歡迎大家收看愛麗斯劇情事業室的 沙士比亞頻道 一年多集我都會跟耳珠團隊談談有關沙士比亞的事 我是這個節目的主持陳瑞 今集請來嘉賓 張學良 今集我們的題目是 沙士比亞的環球劇場 環球劇場我去過不止一次 在河畔旁邊那個 但那個不是原本的阿環球劇場 因為原本的阿環球劇場 是在1599年落成的 它已經燒了 Oh my god 原來聽說是在1613年的時候 它是想見一套叫做Honey八世的時候燒了 沒錯 它在天拍板上有一個房間 上面有一個炮台 用來做special effects和音效 這個炮台在做Honey八世的時候 它一爆的時候就燒了整個劇 因為Honey八世都是沙劇裡面的 叫做歷史劇 一定有很多戰爭場景的 就是這樣燒了 後來的話 當然要重建 是的 另外一年 第二年 1614年 已經在原子那裡興建了 但後來被清教徒 在1642年又關閉了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去到那個 就是離開了原子205米的一個地方 建了一個博物館和仿照它 再重建的一個環球劇場 而它落成的時間是1997年 那就是說它的裝模模 都是仿照之前的那個原生也一樣 進去環球劇場當然要買票看戲 那些票都不便宜的 那你那時候去哪裡買票的呢? 在Box Office買票? 但當時是沒有Box Office的 那他們會怎樣入場的呢? 不知道 他們以前在入場的地方 就會有一個木箱的 那每個人就放一個便室 你就可以進去棋位 那裡看沙士比亞的戲 那木箱的英文是什麼? Box Office? 是的 所以現在我們買票的地方 就叫Box Office 是因為環球劇場的緣故 所以我們現在售票署 才叫做Box Office 哇 掌知識 那你剛才說我是一便室 那一便室一定是最便宜的 那就是說 棋位一便室 我也有站過的 不知其他層的 好像說有幾層的 那是不是層層的一便室呢? 不是的 你多給一個便室 就可以進去有瓦遮頭的地方 就是那三層的Gallery 如果你再給一個便室的話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張椅 而那張椅是有膚蠢的 哇 舒服很多 但是最貴的也不是在Gallery 最貴是什麼呢? 一定是特別的地方 是的 你那天坐在哪? 坐在台上 但是坐在台上 怎麼看電影呢? 根本不是看電影的 是想人看電影 沒錯 如果你有六便室的話 當時來說是很貴的 哇 你是貴族 你就可以坐在台上 看著演員的背部 但是其實貴族不是為了看電影 他們只是想去電影 讓人看著他們的衣服有多漂亮 所以你就會看到貴族穿得漂亮 坐在台上 六便室 很多錢的六倍價錢 嗯 現在我們就說晚上買票去劇院看電影 那以前呢? 以前只可以日後才能看電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沒有舞台的燈 沒錯 以前燈是未發明的 但如果用蠟燭就會很危險 雖然被燃燒了 那這些特別效果怎麼做? 以前也有特別效果 就像現在的trap door 以前也有兩個trap door 即是現在所說的活門 Globe Digital 天黑板有一個活門 他們叫做天堂 而地下也有一個活門 叫做地獄 那中間那層呢? 就是人間 難怪那些人說 這個環球劇場就好像一個宇宙一樣 包含了天堂、人間與地獄 在暴風雨裡面你做什麼角色? 我是做精靈愛麗儀的 那有什麼特色呢? 它的特色是單純 有學夢自由 善良 以及很忠心於帕斯布拉 形象又如何呢? 形象是導演給了一個reference 那個就是David Bowie 正所謂就叫做變色龍 是的 而且也是自己喜歡做自己的事 擁有自己的性格 那這次有什麼難度呢? 難度就是 台詞比這些寫實的戲更加思義化 說的每一句話都要從文字到可以說到整個picture 或者一些關係或者情感 都是文字很重要的 因為我知道今次的話呢 你演繹愛麗儀的話呢 有海量的台詞 這些海量的台詞的話呢 都是交代你曾經做過什麼事情 或者交代之前我在暴風雨發生什麼事的話呢 你會形會聲告訴你的上司 即是拍攝布拉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們暴風雨的演出 好 今天先到這裡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 like、share、comment 我們這條片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 拜拜 拜拜 晚舊劇場 我去過在河畔旁邊的嘛 我有去過的 但是你去的那個呢 不是原本那個來的 因為原本那個已經燒了 燒了?為什麼? 因為呢 它的頭頂是一個炮彈 那個不是炮彈 那個叫什麼? 炮糖 我是這個節目的主持陳穗玉 今集的嘉賓是 張學良 今天我們要 啊今天呢? 現在就說我們去買票 晚上去 你知不知道是因為 他那個box 所以我們現在在買票的地方 才是box office的 哦 掌知識了 沒錯 好 那我再拍一次 哈哈